好 新年好 新年好 给您百年了 新年好 真高兴 真高兴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家好 非常高兴 贺静你还要说吗 把麦克风交给您 交给新柔姐 先代表我们爱之队 代表我的大家长Flora 代表我的所有的群体的会员们 跟大家恭祝牛年行大鱼 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 我们太需要这个了 我们太需要尤其在美国水深火热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总裁们在美国 美国这是非常艰难 就是在一种一年多了 非常压抑 美国人也快疯了 就是他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 但是呢 这个民族在恰恰在疫情的时候呢 他们这种自由 这种就是不愿意承认 他们认为戴口罩就是有病了 可他们不知道不戴口罩才有病 所以最终他们接受了这个事情 我终于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们走过了2020年 不管是我们节思也好 我们本人也好 我在这里非常的开心 美国没有过春节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极力的找出这种感觉 我一定要找到过春节的感觉 我不放弃 我觉得春节对我来讲 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庆 我自己呢 是一个完全没有生意头脑 像宇童 宇童是个让我特别佩服的一个 她每次讲话我就仔细的听 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 在节思怎么能成功呢 怎么可能是我呢 我在节思做的时候 真的是懵懵懂懂要我去分享什么 分享什么 那个时候我刚刚生好病 做了七次化疗 都不愿意想到那个过去 我现在非常健康 然后呢 又吃上NNN 觉得自己好年轻 然后再加上跟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十分的快乐 其实让我感觉到 我没有这么多的挫败感 在美国所有的人民 包括我们 我移民美国33年 觉得非常的受到挫败 非常的受到打击 但是我觉得我在节思 因为看到我这么多的伙伴 我们一路同行 这跟当初我们当更新要干嘛 好 我们单独 我们单枪匹马 我们自己维持 我们自我中心 我们selfish Anyway Just feel good 你觉得有力量 有power 我听到你们讲话 感到非常的 就觉得我在这里不孤单 我们爱之队 在这个里面 也是顶住 这个很多的 对杰斯的怀疑 杰斯遇到困难 与同姐讲的非常的好 哪家的公司不遇到困难 像人生一样 谁能说自己的人生 是没有困难的呢 谁能说这样的困难 就是栽倒的呢 不是 我非常的敬佩 我们的老板老板娘 你看他们顶住这么大的困难 他们损失了多少 然后他们依然在这里 就是很坚毅的带着我们走下去 我们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 我们怎么那么软弱 现在觉得 因为他们在 犹太人民族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 他们在各个领域 都是那么强大 我相信我们的 犹太老板 我相信我们的 他们的这种精神 像犹太人 我前两天读了这本书 他说犹太人在 刚刚被杀的时候 在苏联 开始被清扫犹太人的时候 杀的只剩两个母亲三个孩子 然后他们犹太灭国两千多年 重新在两千多年以后重新复国 我们杰斯在2020年 遇到坎坷 物流不通 我们很多人就倒下去了 就是很多人在心智上面啊 在各个方面决绝倒下去了 我从这个方面 因为我知道我跟随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去读书 关于犹太人的电影 电视剧 因为我的儿子刚好是学电影的 是美国大学电影 他刚好要接拍一部电影 我们一家都是电影 我就在这个方面去寻找一个 我心里的答案 就是我有信心吗 我跟着这样的公司 我有信心吗 我问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领导人 我的团队去到77个国家 然后我是 我非常的幸运 在杰斯里面 我刚把这个表找出来 我就 我刚开始我不明白要怎么做 因为我满脑袋就是感觉 我们这里都是搞艺术的人 没错 一天到晚100多个感觉 都是感觉 你没有感觉 你给我讲数据你就别讲了 因为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数据 我就感觉感觉 然后就好不容易 11个月上蓝宝 上蓝宝什么意思搞不懂 我就问我的嫂子 上蓝宝是干嘛 她说什么都没有 我说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都没有 我说好 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 就继续 然后又过名新疆 又上了个红宝 说红宝 我说那新疆坡 我没去过去看 那是啥意思 我嫂子还是高 弗洛瓦三钻总裁 他说还是没什么意思 你就分享 你这样挺好的 我说那后台怎么进 他说你就这么进 你就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 我还是看不懂 因为太复杂 这犹太人的这种精算师 他们设计出来的 都不是我一个做音乐 都没发生 就这么紧 你能懂你的 你扎几个复音 也就是几个音符 14个音 那怎么能懂那些数据 那么物流金流 啥叫物流 啥叫金流 满脑袋 就是感觉的人 真是太困难了 但是 像雨童姐讲的好 你站在了一个对的船上 就是猪都会飞 我呢 算是一个猪 但是不胖 瘦肉猪 就是在这个经营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 愚笨 但是我知道杰斯的产品 因为他 他对我这样一个瘦的人 对我这样一个精神面貌 我刚刚吃杰斯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说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做了七次化疗 我做了四三次化疗 好 余童姐 我将近六十岁 我再敢唱 讲讲开心的吧余童姐 我29多年上了钻石 我真的觉得到了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唯有坚持下去 我们能够成功 因为我们在这里听我们的人 我们的艺术家 我非常的温暖 我觉得这么多的艺术家 连宇童姐也是搞音乐的 我觉得 因为搞艺术 那我emotional 我会讲广东话 我在广州做史达哥新第一名当年 就是中国刚开始比赛的时候 广东是我的第二故乡 然后我觉得 我在杰斯这么要愚笨的人 我只要跟对团队 你哪怕听到余童姐分享 听到陈寅分享 听到我们的皮特大哥分享 就觉得我能做这件事 其实我做的事的时候 我就是用我的真情 我当时跟段 一段我们的律宝总裁 跟他分享 我说我是不是太emotional了 做事业 我太情绪化了 就是 是不是不能成 他说这样是 我们杰斯是一个人情的地方 他的文化就是情 你知道吗 他的文化 我是这样子吗 我能讲到文化 我觉得他要感受 我喜欢文化 我是一个文化人 他说他就是一个文化 不在乎你精算师 不在乎你是一个像我嫂子 我觉得我简直不可及 他那种脑子 我告诉你他他几秒钟 他能够把千万几百万的东西就这样算 我拿了三个电脑都算不过他的 他太厉害了 我怎么能够成功 他说你先不要想这个 你先想到你能不能改善你的健康 你们觉得我年轻吗 我非常年轻 太母亲了 你太年轻了 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人 像女同学的孩子 他们留心大学 像我这样 我们在线的人 我感到今天这么多温暖 我们家在打包非常乱 要要要 因为我儿子他在Hollywood 他不跟我们一起住 那房子太大了 这个房子前面后院太大 我们空荡荡荡 我搬了一个地方去再打包 可是他说 赫星说都是艺术人 哎呀我觉得太温暖了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杰斯感到 因为我觉得我都说不出一个 一二三四五来 可是今天这么多的艺术人在这 我觉得好温暖 我觉得好熟悉你们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也跟在场的所有的 我的杰斯的伙伴 以及我在场的我亲爱的这些我们的总裁 在线上的 我但愿我们在2021年 我们的杰斯扬帆 我每天祷告 我是基督徒 我希望杰斯 因为他是好 他能帮到我 能帮到我这么愚笨的人 能让我的身体这么健康 让我重唱opera 能让我重唱rap 能让我在杰斯里面 能够站在这里 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千千万万的人 我虽然说不出这么多的做生意的道 就是做生意的这个 像蒋老师上来 我们总裁上来了 蒋总裁 或者像他们这样讲 我讲不出这么多 可是我能讲出我的感情 我对杰斯的感情 我在杰斯 我跟佛罗瓦分享 我说我在杰斯呢 不但赚到的是钱 我更赚到了我个人的坚强 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 因为情感太丰富了 然后一天一百多个感觉 就是什么都找感觉 连走路也要找感觉 我说我找到了坚强 我找到了领导力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领导力 就是宽容 跟带领别人更不离不弃 我觉得我的团队 跟我们所有线上的五百位 现在我的团团都上不来 我觉得我们带着你们 我用我的情感 用我的见证 宇童老师用他的知识 蒋总裁用他的这种passion 然后还有我的领导人 我亲爱的嫂子Flora 用他的在生意场上的这种智慧 以及我们的老板娘 Wendy Scott这种睿智 来带领我们 我相信杰斯在2021年 就能养胎 谢谢大家 太好了 很感谢欣如姐 我们一起在杰斯的福田里耕耘 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这种感性 我们也哭得稀里哗啦 对不起大家 你好美 欣如姐 你好美好美好美 爱你 我跟你们在一起觉得好有安慰 因为我觉得自己特别愚笨 发现都是艺术家嘛 这里头 可能都跟我一样做不出什么数字来的 然后用几个电脑 我连电脑都不会用 开关机都在哪呢 不知道的人 我也可以上钻石 就是这个信息和信念 谢谢你啊 非常感谢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的付出 谢谢你 非常高兴 祝福你啊 有点大吉 有点大吉 也是大吉